那再來的話我們剛剛提到 全流儀地址 第一階段我們先把它合併之後 存在根目錄底下叫all.tst 那我先demo一下 這個是最後寫完的程式 總共total9行程式 裡面補行沒有註解 所以大概就是寫出來的結果 我先demo一下 那比如說我先看一下我根目錄底下 全流儀地址 這個是已經有了 我把它先刪掉好了 okall.tst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有25個檔案 我希望把它快速的合併在一個all.t 目前是沒有這個檔 那我要做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主要是幾個 一個是開檔 然後一個是知道開哪些檔 有沒有 所以用all.tst.work的方法 去把那個根目錄底下所有的檔案 跟檔名跟副檔名提取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跑個回圈 所以all.tst.work回來會是一個串列 所以你在用什麼 用回圈把這個串列裡面 每一個檔名都叫出來之後 然後去開啟它 那開了之後呢 必須要有一個地方去寫 有沒有 ok你就把它寫進去 然後寫完之後存檔 這樣就ok 所以全部寫完了程式碼 total就九行 就這九行 我們來看一下 那有哪些地方比較重要 不過我在講這個怎麼寫之前 那我先 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ok 這個的話 只要沒有error message的話 表現應該ok 那你可以看到合併成功 這邊有個訊息 合併ok了 那在根目錄底下 就會看到有一個叫all.tst 先確認一下它的檔案大小 檔案大小86 那裡面應該沒錯啦 所以這個total加起來應該是86k 那把它打開來的話 理論上我看應該會先看到三重的 沒錯 然後底下的話 我是這樣做啦 就是說呢 當我在下一個檔案 跟上個檔案中間 我是把它加兩個換行 為什麼兩個換行 因為這樣我可以區隔說 我檔案跟檔案之間 至少有一個是比較特殊的分隔的方式 比如說 甚至你不要兩個換行 你可以加一個符號 那個符號是特殊符號 ok 那我是用兩個換行 那為什麼要特別加這個 主要是因為因應我待會 我需要 因為我合併完之後 我剛剛講過了 我要再把它分割回去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是 作為那個分界的地方的符號判斷的話 那將來怎麼分 而且那個分割的地方 一定要是唯一的 不能跟別的地方有重複到 那如果有重複到的話 那將來就會分割 會容易有出現一些特殊的狀況 那你可能還要再寫一個邏輯去排除它 所以怎麼做 有時候是怎麼講 有點像預留伏筆的感覺 所以這個 我想到的最簡單 就兩個換行 ok 兩個換行 所以你會發現 先三重中壢對不對 然後底下的話就南投 南投再下來就是台中 一直推 25個檔 瞬間馬上在非常短的時間 全部都合併在一起了 ok 所以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其實像 不管哪一個地方 像Excel也是一樣 裡面常常會遇到很多 你要做合併的動作 ok 或者是你要分割的動作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變成人工每天在那邊合分 合分 每天在那邊做 為了做報表 每天在那邊做一堆動作 其實都蠻重複的 那如果你會寫程式的話 說真的這些動作都瞬間完成 而且 哪怕是資料量越大 其實資料量越大越有感覺 哇 差太多了 有沒有 那如果資料量少 看來人工也ok啦 只是說人工 當然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再怎麼樣比 一定還是比 那個人工每天都做 因為你程式run一下就ok了 但是你人工就是要做 非常多重複的動作 ok 我覺得那個CP值 應該會非常高 尤其是資料越大的時候 現在資料量只會增加 不會變少 你會慢慢收的東西 都會產生資料 但是資料誰要去處理 總要找個人 而且現在有個趨勢 像今年 人力需求就少了17% 為什麼 因為少死化的關係 年輕人不是不上班 是因為沒有年輕人的 而未來年輕人更少 17% 所以沒有人的 你也找不到人的 所以未來一定會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沒有人力 沒有人力要處理這麼多事情怎麼辦 對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其實寫程式 勢必就非常有需要 所以我要是HR 我一定先找那個什麼 具備有 程式撰寫的能力的優先 ok 然後我剛剛講的啦 其實也不是每個人都那麼厲害 因為至少你要會溝通吧 你講得出來吧 你聽得懂也蠻厲害的 對啊 至少有這種sense 然後將來的話沒關係 反正我給你時間 你慢慢去try也ok 因為就是我希望能夠培養 有一些人具備有辦公室自動化能力 對 這種人 我不要找那個助理人一堆 然後每天都做重複的事情 每天都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當然我看了也累 你看了也累 你辛苦 你沒有要下班 我也覺得很 很 我倒不如我剛才請 會寫回圈的人 你就寫個回圈 事情就搞定 你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這種人不好找嗎 其實真的也不好找 目前來看 為什麼現在真的 尤其是教育政策 其實108年課綱 其實最重要一點就是 把那個資訊教育 列為那個必修課程 也就是108年 就是入學高中生 可能會比較有sense一點 108年以前入學的 你們應該都之前的 應該比較難 所以比較難怎麼辦 你可能還要自己先study 因為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那勢必你就會有一些衝擊 那如果OK 其實為什麼人家找人 馬上OK 因為你會就會 那怎麼證明是會的 就想一下方法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我們要先知道 到底這個目錄裡面 有多少個檔案 所以其實可以 拆成幾個地方來了解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會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os.work OK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當然 第一個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 import 我剛剛有提到 因為這個os這個模組 其實它已經幫你安裝在那個 就是python的函式庫裡面 那如果你今天要用 就是跟那個random一樣 如果你要叫random的random range有沒有 你一定要先import它 OK 所以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要使用os的話 你就import os 它已經幫你安裝 但是有一些模組 它其實沒有幫你安裝 所以你變成你要把它從外部 從它的server上裝下來 那個後面我們在談 有很多 四十幾萬個 每個其實都可以發揮作用 只是說你要知道 這個模組能夠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符合你的工作需求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 python其實基本上就是不是要叫你 自己去寫什麼東西 而是說你要知道 哪些模組裡面 哪些方法 你拿來用就好了 你不需要重寫 因為寫那些工人的 其實會有別的工程師會去寫 也許可能用比較低階一點的程式 也許要C++ 它執行效率更快 那我們其實可能是比較是 屬於高階一點的語言 所以我們是用人家寫好的東西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說我要自己寫什麼 不用啦 人家都有寫好的 你想得到都有了啦 OK 你想不到人家也都寫了一大堆了 OK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去安裝這些模組 這個OS已經安裝好了 所以你import它就好了 那其中有個方法叫做什麼呢 叫做OS.work OK 所以關鍵的地方 OS.work怎麼用 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提過 OS.work其實它使用的方法很容易 就是說你必須在OS.work前面 它可能比較特殊一點點 使用的方法一 因為它會回傳給你的是很多的資料 所以必須前面它有固定的用法 所以這一行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那我剛剛提過 它這個OS.work 它會回傳給我們三個資料 OK 那三個資料 其實第一個是root 第二個是dirs 第三個是list 其實我們要的東西就在這裡面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知道說 我要取得哪個目錄裡面的 這個有哪些檔案的話 其實就寫這樣 for 這個三個 其實這三個都是自己取的名稱 這前面這幾個名稱 如果你不叫這個沒關係啦 那最關鍵的地方 in in什麼 in這個OS.work 就是叫它去幫我找一下這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 所以後面請你給它一個目錄 那我因為全水為地址放哪裡 放這裡 所以把它複製一下 複製這個路徑 當然如果你假設不是放這裡 你就是自己再找一下你的路徑在哪裡 那一樣呢 在這裡面給它一個字串 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假設呢 因為有拖曳之源問題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反斜線要一直每個都要加 但是如果你不想加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前面加個小R就可以了 OK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知道說 你要去針對這個目錄呢 去找什麼呢 找那個裡面所有的檔案 所以底下的話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再寫一個print好了 print什麼 你幫我把例子1裡面的東西 print出來看看 好這樣就OK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它得到什麼東西呢 哦 有沒有 它就幫你把什麼呢 這個目錄裡面的三重點TST 中立點TST 南投點 其實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目錄裡面的這些啦 有沒有 所以將來如果你要open它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就是用那個open的方法 然後給它入鏡 然後跟檔名副檔名 然後它就幫你打開了嘛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呢 它等於就把這個裡面的所有目錄 還滿方便的有沒有 就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 你有個list1的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 它這個root跟dii 這是什麼東西啦 其實你現在不知道也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也很簡單 你print它不就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print root 不過後來我發現這個print root 這個root沒什麼作用 root就是你原來的路徑 那你在路徑再動一次就好了嘛 那你說這個dis是什麼呢 其實顧名思義啦 就是說呢 你執行裡面現在是空的啦 那為什麼空的 因為你這個目錄裡面沒有紙目錄 所以dis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紙目錄啦 所以我假設增加一個新資料夾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print一下 你會不會這邊就多一個新資料夾有沒有 應該知道意思吧 所以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就是你現在的路徑 第二個參數就是你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個紙目錄 它回傳一樣是給個串列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在什麼目錄裡面在處理目錄 你可以再去抓目錄然後進到目錄裡面再做 也可以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可以做很複雜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這麼複雜 我們現在只要很單純 第一步 先把什麼呢 把抓到的這個有沒有 這個dis先處理 所以第一步 我已經有這個檔名跟副檔名了對不對 那第二步做什麼 我就是 因為我要針對它去做處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 把它一個一個打開 所以如果要一個打開 我前面講過 處理串列 一個打開你第一個一定要想到回圈 有沒有 所以底下的話這一行 你可能要改成一個回圈 就是for i in range 這個可能蠻固定的 然後那個range的話呢 就是從0 到 因為它的那個串列三重0嘛 然後到最後一個 其實一般會用len 就是說它總共有幾個 這個串列總共有幾個 25個嘛 那因為25 0到25 25的停下來 所以0到20是剛剛好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常會用到的 好 做什麼呢 幫我一個打開 所以打開還記得吧 f等於open open什麼呢 open那個路徑 那個路徑呢 特別注意 其實就上面這一串 所以其實 你現在也可以想一個方法 是不是你可以增加一個變數 如果你懶得放 你就是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放到這裡 有沒有 一樣的 這個後面 ok 那就是說呢 我open路徑 那差別只是說呢 後面 我還要再串接什麼 因為這個前面是它的目錄位置 那我要先抓三重嘛 怎麼抓三重 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 這邊呢 要是第幾個嘛 所以中刮弧 裡面就放個i就可以了 那i從0開始 那0那就是三重.tst 所以就是 幫我開這個目錄裡面三重.tst 開起來之後了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呢 就是讀它嘛 所以 就是在f.read 如果要全部讀啦 就read就可以了 你不用readline 反正就讀 讀完之後呢 你要放哪裡 而且你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s好了 s等於 然後把這個s 再把它寫到一個檔案去就好了 所以哦 這個應該 應該 不陌生吧 所以呢 底下的話呢 你可以用s啦 或用c也可以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要存檔了 那底下存檔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OK 如果你 我改成c好了 因為我雲端上用c 我用c好了 OK 那再來就存檔 存檔還記得也是三行嘛 那三行如果可以最好背起來 有沒有f等於開個檔 open 然後呢 我一樣要把它存一個位置 那存哪個位置呢 存在這個底下好了 這個的底下 所以呢 我就直接用什麼 o.tst OK 然後呢 然後我用的模式 特別注意 原來是寫是w 對不對 可是跟各位講 w模式 它等於是 如果你三重寫過去了 然後中立再寫 三重會被蓋掉 也就是說呢 它是一個複寫 覆蓋的模式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是希望說 我現在三重寫進去之後 中立再過來的時候 不要蓋掉 有點像我把它放在下面 如果你要放在下面 可能要多記一個叫w 不 不能這樣 就是a模式 所以模式裡面最常用就是r 讀取 w是寫 但是w是寫會蓋掉的 下一次又蓋掉了 像剪貼一部Ctrl-C 下一個Ctrl-C 又把前面蓋掉 但是如果你要寫在下面 a其實就是append append前面我們串列 不是有append的方法 append是說加到後面 加到後面的意思 所以a模式就是加到後面 所以三重寫完 append加到後面 所以記得一定要a模式 如果你假設用w模式 最後只會剩最後一個檔 其他都不見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 ok之後的話一樣 然後就是f.write 寫什麼東西呢 把那個剛剛我們讀到的東西寫 寫進來 所以write後面的話就是writeC 他就幫你寫進去了 不過呢 因為如果你假設writeC 那是三重 然後中立又接到後面 他沒有分格符號 他會變成 中立會變成在 那個三重最後一行的尾巴 所以理論上應該還要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N 我剛剛講過 為了要讓他怎麼樣 可以區隔上個檔跟下個檔 所以我兩個換行 所以兩個反斜線N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兩個反斜線N 主要是因為我將來 會需要有再分割回25格的需求 合併完可以分 好 我先預留伏筆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兩個反斜線N 那可以啊 你也可以加一個兩個小 有沒有 兩個這種小老鼠符號 也可以啊 反正以後要切 你就找兩個小老鼠符號也可以啊 只要是不會有跟別地方 然後他重複的符號都可以 但是你加兩個小老鼠符號 會有點怪怪的 然後覺得奇怪 為什麼那個你的尾巴檔案 都會加兩個小老鼠 會覺得怪怪的 你說啊 這個我這樣要拿來分割的符號 可是好像也 所以我後來覺得比較合理的 就用兩個 兩個換行就比較不會有太突兀的感覺 所以我說寫程式 有時候還是要顧慮到那個 會不會很突兀這一點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OK了嘛 記得喔 一樣把那個f把它close掉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就完成了 那我們最後 等到程式做完之後呢 一樣把它print著 print著就合併完成 大概就程式OK了 所以 我在底下 再把它print著一下 OK print的話 好 理論上就是在這一階 就是在這個的前一階 因為我們主要是在這個地方做讀取跟寫檔 所以我們在這個for圍圈的底下 把它輸出一個print著 當然你這個不print著也沒關係啦 因為其實主要是讓你知道說OK了 好 那你不不 程式結束你也可以去看看有沒有啦 OK 只是這個print著比較貼心一點 好 寫完了 我應該知道我在寫什麼啦 其實程式不多 但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以後如果你會這樣寫 其實 程式就九行耶 我覺得 我剛才寫到python寫這一段 我覺得 滿好的耶 因為以前如果用其他語言寫 那不知道寫到多少行去了 寫個30行也寫不完 像java好了 哇 光處理這些東西 開檔就要開一大堆 而且還要設定很多東西 寫檔由於一大堆 然後又還有大瓜糊一堆 所以喔 以前寫java寫的痛苦的無比 OK 我們寫痛苦啦 學生聽我們講也更痛苦 光這一段喔 我看看 我們剛剛才花個幾分鐘講完了 可是如果java的話 哇 可能講一節 講今天一整天都要講這個 他講不完 更不要說還要講 把他再分 我們剛剛合併嘛 把他分割那更困難 好 OK的 所以喔 其實重點喔 上面這兩行啦 其實就主要這一行 這一行是處理OA.Work 然後會得到一個list 所以我根據這個list 再用回圈 去分別把他的檔案讀 所以讀著這兩行 寫的話就這三行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些應該都不複雜 穿在一起 就會產生效用 關鍵時刻來了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把它刪掉 這個剛剛為了要做效果 所以增加一個這個 好 那我們執行 理論上這邊應該會多一個O.TST 看有沒有成功 就知道了 執行 合併完成 哇 看起來好像比想像中順利的多 O.TST 86K 打開三重中立 換行兩個 沒錯 然後再來南投 OK了 就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就是說 分別去瞭解 最好是自己可以寫 自己動手敲出來 OK 如果再敲不出來沒關係 你這邊邊參考邊寫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